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续几天标出最高温的宜兰大同乡的图场侧站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再度出现了38.5度的高温 而在我们的花莲瑞穗乡的复原 高温也来到了37.8度 西湖也来到了37.4度 而新北市的驱驰高温来到37.3度 人口数较多的台北高温也有37度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今天这些高温地区 都是位在盆地 纵谷 河谷 或者是近山区 而主要就是受到了西南风过山沉降作用的影响 所以出现了高温的现象 天气到底还要热多久呢 我们要来告诉你了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云雀台风它在离开日本之后 结构会稍微的重整 并且预估是逐渐会朝着上海的方向来移动的 而我们昨天说过天气之所以会这么热 是因为这个云雀台风它的外围环流 把华南地区的暖热空气给带进来 不过现在随着这个云雀台风逐渐地在向西移动 台湾附近的风向也有逐渐地在转变 渐渐从昨天的西北风转为西南风 所以各地的高温 从明天开始会比今天再略微地下降一些些 但是还是一样很热 各地的高温都会来到大概34到35度左右 不过因为随着台湾附近的风向改变的关系 所以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 天气会稍微变得比较不稳定一些 不时的会有一些短暂震雨的情况 而其他地区有虽然是多云稻晴的好天气 但是在中午过后 午后雷震雨降雨的范围会比前两天还要大一些 在我们的北部东北部地区 还有各地的山区都还是会有短暂雨 而且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的情况发生 至于明天各远乡地区的天气资讯 带您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 首先带您来到台东来雨26到32度 泰玛里金峰大午达人高温会来到34度 严平台东北南高温会来到34度 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海端池上观山路野高温会来到34度 东海岸的长滨城宫跟东河高温会来到35度 华林瑞瑞玉里卓西跟富里高温上看34度 卓西要留意午后雷震雨 万荣凤林光复跟风冰高温上看35度 降雨几率50%到70 华林市吉安跟寿峰高温会来到34度 泰鲁阁族人居多的秀林跟星辰高温上看33度 宜蘭泰亚族人居多的大同跟南澳高温会来到35度 降雨几率高达80% 往南走来到屏东的狮子牡丹跟满洲高温31度 泰鲁来一根春日留意午后雷震雨了 高温会来到32度 屋台三地门跟马家高温会来到33度 同样在山区的桃园纳马夏跟茂林要留意午后雷震雨高温32度 加压力32到29度 午后雷震雨降雨几率高达80% 南投仁爱 玉石水里跟星亿高温会来到31度 明天高温略微的下降 但是天气仍然是相当炎热 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值外限指数也都来到过量级 在我们的台东甚至是会达到危险级 长时间在户外活动或者是工作的观众朋友 要多加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 适时的补充水分了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